今天來講中華民國憲法之父 講到憲法大家可能會想到我們的國父孫中山 但他只是提出了一個空泛的理論 用來號召人搞革命是不錯用 但卻不知道該怎麼落實啊 所以一開始國民政府統一了中華民國以後 開始起草五五憲草 這當中就有很多技術上的矛盾 接下來日本人就打進中國了 所以憲法工程就沒有繼續 抗戰結束以後 國共號召其他民主黨派 開了政治協商會議 討論未來憲法制定的框架 民盟代表張君麥認為 要改革孫中山的理想 讓這個理想可以真正落實在中國 儘管後來民盟跟中共決定反抗國民黨 但麥哥還是持續憲法的制定 這讓民盟主席張蘭非常不損啊 於是麥哥被民盟開除 但是麥哥不一般啊 繼續最新於憲法的修訂 最後制憲國民大會根據麥哥的憲法架構 完成了中華民國憲法 但國共內戰開大以後 憲法馬上就被凍結了 麥哥認為自己的努力只是一場空啊 最後不跟國民黨來台 在印度美國宣揚反共思想 譴責國民黨獨裁 最後在美國一語而終